神兽贝雷塔 张相看着就不一般 左下角好像还能花300单币骑着 很多人问我究竟值不值得抽 那大家问我这个问题 是把我当家人了 但那些让我去抽一个体验一下的 是真把我当牛马呀 这玩意儿看着就不便宜 而且我平时很少出 像爱比呀 爱比对象呀 就包括农场那些玩法 那些我是真出不明白 是真玩不明白 刚开始脑袋一热 来抽离一堆的紫色宠物 现在都还在暴力吃灰 不过话又收回来了 我这没有东西 不代表别人没有啊 诶 正好 有一个叫奶酪的沙子 那基本上是焚出抽奖必买 我上他号看看是什么情况 你妈 雷条 OK 成功登上奶酪的账号 哎呀 让我打开爱比肩盘看看 我靠 这小子果然有 现在就让我放到岛上看看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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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般 霸气外露 尊都不一般呀 不过貌似这样玩意儿不太能飞呀 于是我又打开了图鉴 发现他只有在探索玩法里才能起 然后我又连忙打开了探索玩法 终于让我如愿以偿啦 哦 兄弟们终于也是骑上大狗狗啦 就是话 感觉还不错 就像是在爱比探索玩法里召唤了个坐骑 而且坐骑还能打怪 给你们看看他的战斗力 我测试了一下 发现三世纪的大狗狗单看boss 基本上可以熬战一分钟 虽然对boss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呢 但boss也在一分钟之内无法单杀大狗狗 论战斗力这方面还是很可观的 反正有了这个坐骑啊 就可以在这个玩法里自由探索了 美中不足的是 发了三百多块 只能在爱比探索里当坐骑 没办法带到弹仔岛 看来刚毅也是知道 如果这玩意儿 还能在弹仔岛上当坐骑 估计那些购买了坐骑的玩家 见到他啦